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帮助落线的年轻父母还要保育人员 了解更多育儿经验跟常识 男家知名公共拨款基金组织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要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 倡导幼童早期培养的First 5 LA最近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向公众发行了First 5 LA全新的育儿网站 并对有关强化家庭意识的公众活动做了相关的介绍 主办单位希望这一系列的举措 可以向父母和保育人员提供简单医学的窍门 以及教育资源 帮助他们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起点 为了尽可能地接触到多元种族受众 这次系列活动还提供了多种语言的广告 包括英语 西班牙语 中文和韩语 First 5 LA的行政总监Kim Belshay在活动中谈到 父母和保育人员是儿童发展的心脏 我们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独自在努力 对于洛杉矶郡的父母和保育人员来说 什么样的资源最有用 并且对LA的孩子有着积极支持的效果 这项活动正式建立在这几年 对这种资源的研究基础之上 First 5 LA它之后会 launch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会维持很多年 它其实有一个15年的计划 从2015年开始 那这个广告活动会着重于整个洛杉矶郡 那它会有四个语言的服务 一个是中文 西班牙语 英文和韩语这样子 所以它的广告也是在这四个社区中铺开 First 5 LA是业界领先的公共博款激进组织 接触年轻父母听众是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这项系列活动和网站的发行 可以说是踏出了工作的重要一步 在不断研究调查中 First 5 LA找到了建立和谐健康家庭之路的 几个关键保护性因素 包括父母的压力调节与管理 积极的社交联系 对孩子的支持理解等等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这些经过科学论证的知识 完善每一个家庭 培养出更健康更加优秀的下一代 有关活动的详情 您可以登陆First 5 LA的官网进行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下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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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转机 对孩子们下转发 下转发 下转偷阳 下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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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转发